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因为RCEP相对于CPTPP 因为CPTPP已经在走了嘛 已经走了三年了 但是成效不好 因为本来他们当初最大的参与国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在过去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扮演 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加入 而这些国家都想外销东西出去 那卖到哪里去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卖东西嘛 但是像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货物贸易输出国 那他没有地方卖的时候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经济体又小 所以CPTPP表现并不好 到目前为止表现真的很糟 那台湾还拼命加入我就不太解了 相对来讲RCEP大家就看好了 那RCEP的看好是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门槛比较低 而且它90%的关税都要减零了 而当不是说明年就减零 而是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再往下走了 那目前来讲已经有10个国家 如果韩国明年2月1号再进来的话 那就是11个国家了 日本有很多产品到大陆去 大陆有很多产品到日本去 那关税都下降了 那贸易也增加 贸易一定会增加 而且你想那就会挑战美国欧洲台湾等 往日本跟往中国大陆输出 那2月1号韩国也进来了以后 韩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输出国 也是一个进口国之一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在明年的经济的活力一定是在亚洲 绝对是在亚洲 这已经跑不掉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陆他们的估计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刚刚您讲说 我们希望2022年要充满了这个希望 充满了乐观正向 因为大家已经闷很久了 我们都希望有活力 是不是 我们希望 是真的这个时候希望香水 有梦最美 阿扁的名言 但是有效啊 因为希望还是要有希望 不过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乐观 所以大陆很明显的 他们趋向于保守 他们目前来讲 估计大概就是5到5.6 那已经是表现得很亮丽了 如果能够5到5.6 因为大陆他已经铁了决心 就是经济再怎么严峻 他也绝对不用房地产建筑的方式 也就是营建业来带动他的经济成长 他们已经铁了心 一定要走这条路了 那铁了心走这条路也就是说 这个营建建筑这个部分里面 房地产不能够占他的经济币 很重的情形下 他要靠的 那就是智慧工业生产制造能力 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来带动 那大陆我觉得比较有条件 是因为大陆在疫情这两年 他没有印钞票 欧美日等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因为大量的印钞票 他们出现了困境了 货币宽松 对货币宽松 就出现了 几乎是无限量的宽松 那几乎是无限量的宽松 您看到了他的这个目前物价已经涨到实在是不得了的地步了 房价也涨到不得了的地步 相对大陆来讲 你看大陆房价没有涨 而是欧美的国家跟台湾等等 涨到已经不得了的地步 物价也涨了 可是货币宽松到这个程度 美国的联准会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 很有可能目前释放出来的消息说 至少会有三次的增息 升息 对不对 至少会有三次要增息 那要把钱收回来的情形下 那当他要把钱收回来 你看看热钱股市等等 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波动影响 那问题就在于我觉得 我个人推断 大陆也对于人民币的高级不下 有意见了 因为目前人民币实在是 台币也是一样太强势了 那大陆有意见 相当有可能他们在人民币方面 可能就会放一点了 那放一点我觉得大陆 比较有条件印一些钞票 大陆相对来讲 大陆反而有条件印钞票了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就是 经济坦白说是有隐忧 但是RCEP来得及时 所以东亚的 亚洲的这个区域间 由于大家的关税往下降的时候 贸易来往的增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会带动全世界的经济 所以目前预估2022年全世界的经济 最表现最亮眼的应该在我们亚洲 而且以RCEP的这些国家 会成为一个经济的主要的推动者 而在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 中国大陆是不可取代的 龙头火车头的地位 我想这个地位已经确定了 那因此我估计 绝大部分的经济的这一些企业 都不愿意跟美国选边站 那如果他的国家的政府 要选美国那边的话 他的企业可能会去反他的政府 智库一般来讲 他们讲话听听就好 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见得会采纳 那斯洛发克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本身会在 道义上站在立陶宛这边 因为东欧的这些国家 原来在前苏联主义的 就前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面 他们比较趋向于一致性 所以他们比较会导向 这个立陶宛这个态度 在道义上 可是在现实上 他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做 那现实上不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欧盟有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政策 那欧盟在台湾也好 在大陆也好 在台湾他也有他的代表处 欧盟的 不是除了欧洲各国有代表处以外 欧盟自己也有一个代表处 在台湾 那他们是处理欧盟 对台湾的一些关系 立陶宛现在其实是走过头 那欧洲的国家 其实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立陶宛今天这样做 背后是美国人要立陶宛这样做 而不是欧洲人要立陶宛这样做 那立陶宛今天这样做 其实是给欧洲的 很多的国家带来麻烦 我再强调 他们是给欧洲的国家带来麻烦 那东欧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少数的国家 他们跟大陆的贸易关系 并没有那么深 所以他们依赖美国的安全的保护 高于他们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但是有更多的国家 他们跟大陆的经济关系更紧密 那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不太 他们也受美国的安全的保护 但是他们并没有依赖到那个程度 因为他的执政的基础是建立在 他的经济的良好的上面 而他的经济能够继续良好推动下去 是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例如说刚刚温吉讲的德国 德国由于他跟大陆的贸易经济关系 这么的密 这么的好 所以也使德国在这一波的疫情中 经济不景气中 德国本身的国民的生活水平 并没有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 严重的受挫 那主要还是跟大陆的关系 好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些小国 他们本身变成破坏欧洲团结的国家 而破坏欧洲团结的国家 却出来呼吁说要团结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绝大部分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回应 你看这些小国 像立陶宛的外交部长也好 或是他们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 可是法国就是听听 然后也没有真的 因为现在法国是轮值国主席 也不处理这个案子 德国也不愿意 然后你也没有听到西班牙 意大利 或者是匈牙利 你没有听到其他的国家 对于立陶宛的这个呼吁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因为他们其实都很清楚知道 背后的移民者 都是美国 那美国这样搞的话 让欧洲更难过 而让欧盟更不团结 他脑袋不清楚 是因为当他讲他要发展核武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反对朝鲜发展核武 对啊 是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没有脑袋 这又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朝鲜发展核武 是有很强大的正当性 那你就没办法阻止我 而且当初美国也好 大陆也好 而且韩国跟朝鲜 大家主张的 还有日本跟俄罗斯 都主张的是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你现在有核了 那大家都不用讲了 那六方会谈不用谈 双方会谈不用谈 我觉得目前是紧张了 因为俄国的军队在边界上 还是有十几万人 那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后勤补给 一直往前推送了 所以对于美国北约他们的判断 俄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侵入乌克兰 他也可以进行利比亚模式 也就是空袭而已 就是用空袭的方法去摧毁 乌克兰的重要的民生设施 他也可以把整个装甲部队 就整个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那到底会是惩罚性的 还是会是一个永久性的占领 那目前来说 美国跟北约的国家也都抓不住 抓不住也都掌握不清楚 那当然普丁也已经提出 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 就是要跟美国恢复正常的关系 也就是美国必须要 取消对俄罗斯的所有的制裁 那也要求北约不能够再威胁俄罗斯 必须要把他的500到5000公里的 这个短程跟中程的导弹 往俄罗斯的边界撤 那也就是说 你的这些短程中程导弹 都不能打到俄罗斯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绝对不能够再东扩 然后乌克兰 格鲁基亚等 绝对不能够再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个必须要用条约把它写清楚 那对于美国跟北约的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是不愿意 不愿意我们看到在谈判前 美国又放话 说跟 因为布林肯就跟德国 还有法国等英国 这三个国家的外长 都有通电话 然后他们就放话说 美国会用最严厉的制裁 就是把俄国赶出SWIT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金融控制 也就是银行的交易体系 要把它赶出去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说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对俄国当然会有伤害 但是俄国不怕 是因为你需要我的天然气 那你到时候 你需要我的天然气 你要用什么东西来交易 因为不能用银行交易体系的话 那你该怎么样来交易 所以他本身也在警告 甚至他还可以更警告的 就是说那很有可能天然气 你欧洲都用不到了 断了你的气 断了你的气 因为现在他也在指责德国 很不厚道的做了一个 非常缺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德国原来是 欧洲很大的一个储存中心 所以他除了很多俄国的天然气 那现在德国的绿党的外交部部长 不准北溪二号线供应 那不准北溪二号线供应 那欧洲的这个天然气不够 结果怎么办呢 德国就把他的天然气再往东卖 往波兰等这些国家卖 而标历史的天价 又多赚了一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赚 这个天然气的灾难财 尤其赚这个冬天财 这很不厚道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目前的谈话就50分钟 对 谈完以后彼此撂狠话 拜登也撂得狠话 很僵 对然后普丁看起来也跟他说 必要的时候那就是全面谈牌 那该打就打了 所以最终又有一个结果出来了 那还是不打 不打呢就安排1月10号 再谈一次 那就是两国的副外长 在谈也就是德国 俄国跟美国的副外长在谈 但是他们的前提是 两个国家的元首紧盯着他们的谈判 这很有趣哦 就是两个国家元首谈崩了 现在找这个副外长来直接谈 但是呢 这个每个国家的元首直接指挥 掌控他的副外长 所以他的两个副外长 有什么状况要可以立刻跟他们的部长 跟他们的总统做报告 总统回报 这很有趣哦 这种游戏玩的 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种控制危机 可是问题就在于 美俄谈完了 俄国跟北约再谈 俄国跟北约再谈 俄国跟北约谈完了 俄国跟这个 欧洲安全组织再谈 那也就是会有三轮的谈判 但是问题就是有两个东西 绝对不能 俄国不打算跟他谈 第一个就是跟欧盟不谈 是 欧盟的这个高级专业说 我还活着我也在耶 但是俄国不理会他 所以现在是欧盟被秉除在外了 然后第二个呢 最可怜的那就是乌克兰 对 所有人都在谈乌克兰的命运 可是乌克兰的人却不能参与 所以乌克兰 就像古代过去欧洲 他们在那些列强在谈 怎么瓜分波兰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拿刀子在那边分 分完了以后 波兰就被分光了 就盘子上了一块肉 然后让大家分食 对 就分光了 现在的乌克兰的情况 也有点像这样子 乌克兰的人不能借助谈判 然后欧洲的这些大国 已经开始在分说乌克兰要怎么分 我觉得分完了以后 乌克兰的命运就决定了 所以乌克兰现在的命运 已经不是掌握在乌克兰手中 拜登当然一定要粉饰太平 把自己说得很好 但是美国的民众很清楚 对 所以美国的民众的民调 拜登是越来越糟 所以他的整个团队的民调支持度 是越来越糟 因为大家清楚的看到就是 GDP的成长 根本跟不上物价的通货膨胀指数 你刚刚讲的6点多 6点7 6点8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你物价的上涨 房价的上涨 把他的这个当初发的钱 其实都吃掉了 所以我个人倒是认为说 目前我们对经济 明年的经济 我觉得应该用比较保守的 是对的 第一个您刚刚谈到的物价会继续涨 我觉得主要还是气候的异常 那目前来讲 这个联合国的农民单位 他们的估算里面 明年可能会缺粮 因为气候异常的情形下 生产的情况并不如预期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忧虑的 也就是说主食这个部分可能会缺 第二个就是运输这个部分里面 还是目前来讲 看起来 例如说船艺业目前预估明年 还是会长红 那主要的还是因为 这个生产链不畅通 还有就是这个 船艺业货柜都缺 船也缺 货柜 货柜跟船又都不在一起 然后这个船跟卸货又搭不在一起 卸下来的货跟 这个连接车又搭不在一起 整个都这么乱的一个情形下 我觉得很多的物资会被浪费 很多的物资不能够及时送到 这些都可能是会炒高物价的 重点就在于 为什么大家都会认为说股市已经到顶了 是因为大部分的政府都不太敢再印钱了 实在是已经印太多了 那都印太多不敢再印的情形下 那该怎么办 那当然不能够再印的情形一定是回收 所以连准会目前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之前有几个判断 其实是蛮好的 就是说当初的美国的连准会的主席 是很政治投机的 所以他早就应该要收的时候 他不收 那他是要保官位 总算如愿以偿了 给他保住官位了 所以他保证任期六年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开始在收了 开始在有关于公债的减持 他开始在丢了 然后第二个呢 你看他们的说所谓的鹰派突然间抬头了 其实鹰派早就在嘛 他只是把他压下来 因为他要保官位 官位已经保到了 鹰派抬头 那美国只要一升息 然后公债一减持 你说这个热钱是不是 开始要回流到美国去 那回流当初 美国印那么多钱的时候 到新兴的国家 这边投资了是不是 都造成股市他要抽回去了 像台湾是不是就会有点危险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保守一点 谨慎一点 有风险的概念 还是比较重要的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顾虑大家 加入订阅充讯的行业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